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的林詩銘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6月7日 為大家帶來的是 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長 深谷靜經傳罪鬼以外 送醫急救仍宣告不治 警方初步判斷是自殺 目前展開詳細調查 SpaceX和Tesla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因為近期對比特幣的言論 成了知名黑客社群的最新目標 這個無政府黑客組織 評擊馬斯克對加密貨幣市場造成的影響 並揚言這個組織會成為馬斯克的對手 Amazon創始人貝佐斯 下個月將乘搭火箭飛往太空 今次旅行計劃在7月20日進行 哈佛大學天文學家指出 宇宙中或者存在一個擁有先進光束武器的外星文明 為了避免這個文明的高智商生物攻擊地球 人類應該和它進行星際外交 簽署聲制和平協議 東京奧運開幕日不足2個月 當地時間7日上午 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長深谷靜 經傳罪鬼意外 送醫院急救仍然宣告不知 警方初步判斷是自殺 目前展開了詳細的調查 根據日本電視台報導指出 按照當地警方消息指 7日上午 接獲通報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 倒臥品川區的東京刀營地鐵 淺草線中延站的北上月台軌道 遭到疾洗入站的列車撞擊 緊急送禍醫院急救兩小時後 仍然宣告死亡 警方在這名男性的除身證件發現 死者是2年52歲的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長深谷靜 而且根據現場情況來看 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初步判斷是自殺 目前正對案件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另外根據日本共同社曾報道指 自從4月下旬以來 東京一直處於疫情的緊急狀態 民意調查多次顯示 在退遲了一年後 大多數日本民眾依然反對舉辦奧運會 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 武藤敏郎也透露 原本計劃在奧運場館和奧運村 提供幫助的8萬名志願者中 目前已有約1萬人辭職 日本頂級病毒顧問也表示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舉辦今年的夏季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是不正常的 SpaceX和Tesla的首席執行官 馬斯克因為近期對比特幣的言論 成了知名黑客社群的最新目標 近日 毛政府黑客組織匿名者發布了一段視頻 評擊馬斯克對加密貨幣市場造成的影響 並揚言這個組織會成為馬斯克的對手 今個月5日 一個戴著面具的匿名者人士 在發布推特上的視頻中說 馬斯克在過去幾年裡 在有億萬富豪階層中最有利的聲譽之一 因為你挖掘了我們很多人對生活 是一個有電動汽車和太空探索的世界的渴望 但最近的人開始把你看作是另一個自戀 急於尋求關注的婦人 視頻中還說 數以百萬計的散戶投資者 真是指望著他們的加密貨幣收益 來改善他們的生活 當然他們在投資的時候自己承擔了風險 每個人都知道要為加密貨幣的波動做好準備 但你的推文顯示出對普通勞動者的明顯漠視 而名匿名者還說 你可能認為你是最聰明的人 但現在你已經遇到你的對手 我們是匿名者 我們是軍團 等著我們吧 這條匿名黑客消息 客氣馬斯克在上週五發布另一條關於比特幣的推文 從而導致比特幣資產貶值之後發出 不過馬斯克沒有直接回應這個隱悔的威脅 但就在這個組織發貼後大約20分鐘之後 馬斯克也發了一條推文表示 不要用殺死你所怨恨的來拯救你所愛的 另外根據綜合報道指出 曾與針對警察部門、政治家、金融公司 與宗教的網絡攻擊有關的匿名者集團 除了埋怨馬斯克的幸運和態度之外 也繼續向這名大亨發出疑似模糊的警告 據悉 活躍在網絡的黑客組織 大多擅長使用虛擬貨幣交易以獲得贖金 在之前的美國燃料管道公司勒索軟件襲擊案中 黑客組織被指收取了價值440萬美金的比特幣贖金 業界認為 新消息顯示黑客團體正在對馬斯克推文 影響加密貨幣行程的事態表示不滿 由於Tesla持有大筆比特幣資產 加上馬斯克的推特帳號有大批追蹤者 每當他的推文提到加密貨幣就會引發市場騷動 今月4日馬斯克在推特發文暗示與比特幣分度揚標 就引發了這個市值最大的加密貨幣價格 應聲下跌於7個百分點 Amazon創始人Bezos下個月將乘搭New Shepard號火箭飛往太空 今次旅行計劃在7月20日進行 今次乘搭的火箭是由Bezos的商業太空公司Blue Origin製造的 Blue Origin公司表示Bezos的弟弟馬克也將加入今次太空旅行 對於這個消息美國媒體說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 擁有1870億美金淨資產的貝佐斯 將成為第一位體驗利用他投入巨資開發的火箭技術 進行太空旅行的億萬富豪 經過6年對火箭和太空艙的廣泛 而且經常是保密的測試後 Blue Origin在5月宣布正準備讓第一批乘客 登入New Shepard號太空艙進行太空飛行 雖然這家公司還未宣布 將以多少價格出售太空旅行的普通門票 但他們目前正在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拍賣 Blue Origin表示贏家會獲得一個座位 截至星期一上午 競價已達到280萬美金 根據科學人報道 哈佛大學天文學家勒布近期指出 宇宙中或存在一個擁有先進光束武器的外星文明 為避免這個文明的高智商生物攻擊地球 人類應該進行星際外交簽署星際和平協議 據律部推測 宇宙中的高智商生物有著比人類更先進的文明 它們有能力將真空的能量密度轉化為熱量 令它以光束移動 向太空釋放前所未有的能量 並且令到沿途的所有物品燃燒清光 如果高智商生物將這種技術用於武器研發上 那麼擁有先進的光束武器 對這些外星文明來說是輕而易舉的 律部擔心 如果外星人將這種先進光束武器用於攻擊地球 人類將不會預先收到任何警告 也永遠不會知道是什麼襲擊了我們 人類要避免這類宇宙災難的方法 就是效仿蘇聯、英國和美國在1963年簽署的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唯有與外星文明進行星際外交 簽署星際和平協議 才能避免外星人攻擊地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布的時候 你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很多其他種類的新聞提供給大家 你的轉發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真的、いき 深入城精明